大家好啊朋友们现在是19点37了啊 11月15号我们这天都黑了啊 最近呢甘肃省吧甘肃还是甘肃啊 我有点强迫症了啊甘肃省吧 甲域关市啊甲域关过去那个唐朝那些边塞师 是吧一说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啊 一般来说就指着甲域关啊 这个大唐朝的版图啊 基本上到甲域关就戛然而止 再往西虽然有这个什么安息都护府啊 北庭都护府啊 但实际上的控制力就比较弱啊 是一些军事存在和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 时强时弱啊 当然汉代有什么乌孙啊 这个汉朝的皇帝还去派几个女的搞和亲呀 什么这个戏君公主 粗戏的戏君子的君啊 有个戏君公主 还有一个解忧公主啊 好我们看看这个啊 甘肃省甲域关市一个强拆户快被逼成了欧金钟了啊 这个福建莆田杀人的那个欧金钟 后来是吧 说逮着活的 他跑了给两万 逮着死的给五万 你这不是鼓励大家伙弄死他吗 对吧 你这有点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你说你心里没鬼 我很坦荡 我就是要抓他 抓他怎么死尸比活人还贵呢 对吧 按正常我们得审判他吧 绳之以法 把他所有的犯罪事实都得搞清楚吧 对吧 你说的通吗 是吧 满嘴的主义 一肚子生意 满嘴的人意道德 一肚子男道女娼 花和肠子 是吧 这个房子被强拆 这全家人四十多天了 无家可归 无法生活 所有的家具都置放在露天 就是说白了 就是放在地上 大雪天的只能烧木柴取暖 女主人很无奈 就在这哭诉 在这非常的痛苦 我们看一看 加一关市的文明城市的领导 我们干的事情 这个文明是咋带来的吗 我们对老百姓都想不通 把老百姓往死里整 这就是文明城市吗 有了老百姓 有了人民政府 没有老百姓 哪里的人民政府吗 那政府你给谁当的吗 给老百姓当官呢 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关心老百姓呢 没有老百姓 你们哪里得管吗 那你们当官呢 都给老百姓当的吗 把老百姓这么个镇压的 欺负的 强拆我们的房子 爆拆强拆 把我们往死的打 上了个房 把我们抓上去 拘留了一天 做老虎洞 法治社会的人 就是这样这么干的吗 这是法治社会吗 法治社会 我们为什么好好的 我们上个房 把我们都抓住呢 做老虎洞呢 手靠靠呢 咋回事吗 这是法治社会吗 让大家看一看 一两只个人 给我们转发一下 我们实在老百姓 无法生活 无家可贵 你看看大学前 就这么一直考伙 考了四十多天的活 没人管 你看看 狗都冻成这个样子 我们老百姓太可怜了 一两只的老百姓 不过我们发一下 转发一下 这就是甘肃省 加一关市的 文明城市的 领导们干的事情 这个文明是咋带来的吗 我们老百姓都想不通 把老百姓往死里整了 这就是文明城市吗 有了老百姓 有了人民政府 没有老百姓 哪里的人民政府吗 那政府你给谁当的吗 给老百姓当官呢 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关心老百姓呢 没有老百姓 你们哪里得管吗 那你们当当官呢 那给老百姓当的吗 把老百姓这么个镇压的欺负的 真是 哎呀 我只能欲哭无泪了啊 我只能苦笑了 是吧 这个我可不是嬉皮笑脸哈 因为这种事太多了 我要是每天都义愤填膺 跟那是吧 这个情绪激动 回头我也得高血压了 我只能苦笑了 哎呀 前一段这不是北京 这还甭说到甘肃 北京那小汤山 那不是房子被强拆 那母子俩 那老太太六七十 跟他儿子 四十多岁一儿子 就睡在小汤山镇政府门口啊 就露天露宿啊 结果有一天 突然间睡到半夜 有人往他们身上 泼了一盆水 然后就跑了 对吧 这都发生在北京的事啊 那你要说这个老百姓这房子啊 咱们也比较公平的说啊 有可能他这房子是违章建筑啊 但是你凭什么土地是国有的呀 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土地是国有的 对吧 你北京 北京顺义朝白河大堤上 那东方太阳城 那是哪个国家领导人的女婿 他妹妹的国家领导人的妹妹的女婿在那盖的 他怎么就能盖 那是河堤 那是行红的地儿 对吧